大家好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 pop up card 就是说你这样一打开它就会 跳出来的这样卡片 像这样 我们这样就开始 首先呢我准备的一张卡纸是 5.5寸 乘以 8.5寸的 然后呢我们在中间 画一条线 对折 那我们现在要做一个轴 这个轴的话呢 就是 就是这个支持它这个 跳出来在卡片的地方 在这里我用不同的颜色 所以大家看得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 就在这 像这样 那这个轴的尺寸呢 宽是1.75寸 长是6.75 如果各位没有那个 花线板的话呢 就直接对折 像这样 这个轴的中间呢是有一个 是像这样 我画了一条直线 直的一条 横的再一条 所以所以这个中间有一个交接点 这个交接点呢 我们在折的时候 这交接点要折在这个 就是说中间这里 然后 怎么说呢 折的时候 我这条 我这条 这条曲线呢 要跟它这个横的这一条 就是直的这条线 要跟横的这条线呢 对准 对准 像这样 可以看得到吗 大家 像这样子 然后设计 刚刚那个交接点为中心 像这样 做一个记号 然后同样的 我们在另外一边 转过来 做一个记号 像这样 所以说 以刚刚那个 一条直的一条 横的线的 这个交接点呢 在旁边我们家 也等于是有打了一个叉 这样子 都是以它那个中间为中心 所以我们 就这样折的时候 就这样把它这个 中间这样推进去 然后 变成一个这样的形状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 用粘胶 上下 两片三角形的地方 都要放粘胶上头 我这里用的是双面粘胶 然后呢 再把它贴在中间 所以中间我们刚刚是 5.25 所以说我们要贴中间一半的时候呢 它就是应该是在 2.75的地方 我把它捏下去的时候呢 因为中间这个卡片 有一条折痕 我要 沿着它的折痕摆下去 但是我不要压到那个痕迹 如果压到的话呢 待会儿你这个卡片的 开盒就会有点问题 贴上去 那边贴上去了 那我把这边的这个 双面粘胶也 打开来 然后把这个卡片堆折 那这个轴就是 已经做好了 做好了之后 我们要做这个 四片的这个卡 中间的这个 弹跳出来的卡片 它这个尺寸呢 是 这个尺寸是 7寸 长 2寸半宽 是这样 用这个颜色的纸 我这边已经有一个 四个等分的时候呢 每次是1.75 每1.75 画一条线 一共三条线 画好了之后 我们就把它折起来 像 折扇子的 我们小时候 折扇子一样 这样子 一正一反的折 为了美观起见 我就是 把这个 四周围呢 我就打一个 把这个角 修圆了 像这样 像现在这个 修角器 在台湾也可以卖得到了 长得不一样 但是作用是一样的 我等一下会把这个 网站上的连接呢 告诉大家 这就是卡片的部分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 我在这个 我做个记号给大家看 在这卡片 因为这边中间有折 折起来 好像这样子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就是在 右上角 跟左下角 要摆粘胶 像这样 摆在脚上头 就是不要超过它的中心线 这个做好了之后 就先把这个 上面凝胶的背面拿起来 我们就要把这个摆上去 摆上去的时候呢 上一个W的形状 像这样子 OK 然后呢 中间 我要对准了 中间是在这里 它这个中心线 我要跟这个中心线对准 然后摆在中间 大约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就 跟这个 粘胶 我们就用力压一下 那左边这个呢 这个就是稍微要 大家仔细看了 我把右边粘起来了 然后把它这个遮起来 然后呢 我就 把这个 把这个东西 回原 回原的时候是 右边这个就往下 然后 就摆在这个 左边这个轴的下头 那左边这个轴 下面这边有粘胶 所以呢 我把这个盖起来的时候 它就粘上去 然后打开的时候呢 它就开了 好像这样 关起来 打开来 好像这样 变成四片 里边呢 我就用这个 眉边纸 我做一点点缀 然后外头呢 就是 剪了几个这个方形 好 這個大概我剪了四個 它是1.25公寬 然後它的高是1.75公寬 那大概也就是3公分寬 然後4.25公分長 這個我剪了四個 然後也是把它這個腳給修圓了 然後它上面這個深色的這個 咖啡色的這個支片紙呢 它就是比平常 比外面那個長寬呢 小0.25寸 大約就是0.5公分 然後在上面再加了這一塊呢 又再比這一片再少0.25長寬 所以就會有這個依次遞減的這個效果 你看就是有一個邊會露出來 我這個都已經貼好了 就像這紙 剩下這一個 這個的話我也 就貼好了之後呢 我就把它沾在這個封面上 沾好 沾的時候呢我就是先貼左右 這樣的話呢 這樣的話呢 就比較能夠把握住每一片它這個距離都一樣 這樣就差不多了 好 我想這每一個每片上頭呢 我就再加朵花 加朵花的話呢 我也是用這個壓花器 寄著不同顏色的花下來 都是我平常用的這些廢紙 沒有丟掉 好 這個時候就派上用場了 這個做好了之後呢 我們知道這個 以前給大家介紹過 做這個花的話呢 我們都是 最好是 能夠 為了它的立體感 所以我們就是 都是要在這個中間 稍微壓一下 那就會不要有點立體感 像這樣 那黏貼的時候呢 我就是用Glue Dot OK 試試看啊 不同的效果 這個不同的那個高低 看看這個效果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貼好了之後呢 我想我們再 再加一點這個Candy Dot 上去 所謂的Candy Dot 就是 像這樣的東西 它有點像扭扣 但是它另外一邊呢 它是這個 粘膠 就是 有點凸出來的 這個可以增加它的這個立體感 粉紅色的做這個 然後 黃色的 做這個去紅色的 然後其他的呢 再一個 像這樣哈 所以 大致上這個前面這個片的正面就做好了 大家裡頭這個四片要怎麼樣的點綴呢 就是讓大家這個 發揮一下 自己發揮一下 就這樣 這就是我今天給大家介紹的這個 彈跳式的卡片哈 四屏的 謝謝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我們下次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